民进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洪耀福选队会召集人林希腰今天到南投县召开南投县长提名征询会议 洪林两人和草屯政长洪国号充分沟通后洪国号同意接受征召代表民进党参选南投县长 洪国号说他很感谢大家一致推荐他 他愿意接受并勇敢承担南投县未来的发展与中央执政 政习习相关他有信心担任南投县长后可以结合中央地方资源让南投更好 蔡英文当选总统后即指明洪国号参选南投县长 最近还约见洪国号鼓励洪参选南投县长 但洪国号一直没有点头 洪国号今天终于公开表示愿意接受律营征召 民进党今天的南投县长提名征询会议 邀请选队会委员房生茂陈茂松中指委汤火胜 现党部主委陈昭玉平赵许阿甘立委蔡培会 国策顾问林明田于池乡长陈景伦 水里乡长陈鬼佑珠山镇长黄丹仪 现议员廖志诚廖子佑林永宏陈汉利 罗美林张之明等人参加 洪耀夫说 以中央党部的进度 南投汉台东县将汉九个连任的民进党县市长一起提名 这是中央党部对南投县的高度重视 他相信南投县长征兆程序已经完成 南投县长提名会在第一波提名送中指会 通过以南投县民进党的团结 并在中央执政的优势下 绿营一定可以翻转南投民进党 中央今天到南投县协调征召参选县长人选 草腾政长终于点头 同意投入下届南投县长选举 突爆气资料照分享